十皇将皇位传给十号 十号回报给了十皇什么? 十皇作为尊者境之中的最强者 在下界大劫来临之际 他比任何人都容易受到大劫的影响 为此十皇便早早地开始寻找合适的继承者 在众多继承者中十皇最终还是将皇位传给了十号 那么,十皇将皇位传给十号 十号回报给了十皇什么呢? 一,善待十皇的子女 在十号还未登上十国皇位之时 御外大教为了将十国变成为自己所控制的傀儡国 他们联系上了十皇的子女们 只要听从御外大教的安排 十皇的子女们人人都有机会登上至尊之位 因此,在十国陷入内乱之时 有一部分的十皇子女开始勾结御外大教 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 甚至在十国宝库被攻陷之时 他们与御外大教联合起来差点将里面的东西搬空 不过好在十号及时回到十国 这才使得那些误入歧途的十皇子女们 没有酿成大错 在十号继承了十皇的皇位之后 他便将这些御外大教全部赶了出去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十号并没有追究十皇子女们的过错 而那些十皇子女们 也是很配合地献出针绑充实国库 不过这件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那些被十号赶走的御外大教并不死心 只不过十号在成为十皇之后 便在皇宫中开启了一道法阵 即便是尊者也难以闯过去 为了逼十号退位 于是这些御外大教 便再次利用那些十皇的子女们 在他们的帮助下 这些尊者便再一次顺利地进入了皇宫 殊不知十号早已经在皇宫内设下陷阱 为的就是将这些御外大教的尊者们 一网打尽 这件事情之后 十号不得不出手管教一下 十皇的子女们 但碍于十皇的恩情 十号也只是将那些极其恶劣之人击杀 其他没有大过错的子女 十号都只是让他们闭门思国 二 稳固十皇基业 十皇之所以要再三考虑下任十皇的人选 就是害怕十国千百年的基业被他人所夺 倘若十国的基业真的被其他人所窃取 那么十皇将会有很大的责任 或者说十国因他而亡也不为过 如此一来 十皇将会背上千古骂名流传于世 但好在他所选择的十号 正气凛然 杀法古断 天生便有帝皇之下 在他的强硬手段之下 域外大教根本无法渗透到十国内部 十国的根基从此也变得牢不可破 三 壮大十国国力 任何一位仁皇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强大一些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疆土上的亿万子民 而十皇也不例外 只可惜在大劫将至的时代 他自己都已经是自身难保了 弹劾去壮大十国的国力 不过大劫对修士而言 虽然存在着不少的危险性 但他同样也能为修士带来不少的机缘 十国能不能在乱世之中崛起 权斗仰仗 下任人皇能不能获得足够的机缘成长起来 而十号在成为人皇之后 并没有辜负十国的亿万子民 他不仅凭借着绝对的实力 斩断了众多域外大教的根基 而且还强势斩杀了前来下界的七神 这也使得十号得到了八域众多强者的敬仰 一时间之间 十国也是成为了八域之间的超级势力 十号为了不让自己在前往上戒之后 使得十国威慑力降低 他甚至还留下了四颗小灭盘丹 帮助清风以及三位王侯成为尊者进抢者 这也使得即便是之后十号离开了下界 十国的势力依然在不断扩大